在俄羅斯及其代理人 在烏克蘭邊界增加敵對活動 升高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開戰風險之際 烏克蘭軍方30日表示 他們將在2022年舉行10場大型的國際軍事演習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清典的接班人 參議員克里斯多福吳30日宣布 退出2022年總統大選 比如是火的時機尚未到 菲律賓大學教授分析 胡退選將強化小馬可士和杜特蒂的女兒 萨拉的政治勢力 但他懷疑杜特蒂是否會轉而支持小馬可士 馬來西亞內政部中一在國會下議院證實 中國電影《長星湖》已被禁止在大馬上映 這也是今年至今首部被禁止在大馬上映的電影 該片先前在大馬宣傳試映時 就引發許多民眾的反對和投訴 多人留言稱該電影是在宣傳共產主義 並呼籲當局採取行動禁止上映 法國官員表示 有位Zara母公司Inditex 涉嫌從新疆強迫勞動中獲益 正在接受調查 法國Zara服裝店的擴電計畫已遭終止 法媒報導 西班牙服是巨頭Zara位於法國的公司 原預計將位於南部城市波爾多中心的商店面積擴大一倍 但負責審查該項目的地區委員會 11月9日投票反對 新航亞太電視總理報導 新航亞太電視總理